我国学校巴士僧多粥少一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成功目前有394万学生 但拥有合格注册的学校巴士只有14809辆 也就是说平均每一辆巴士就要再送266个学生了 不过可能对很多家长来说 他们更倾向于私家车再送服务 可能说是让隔壁的邻居或者是一些认识的学生家长再送孩子上下学的 那这个是再普遍不过的一个现象 但是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就为这些私家车服务拟定了对策 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为学生巴士业者工会联合大会主持开幕仪式之后 向媒体透露 政府将考虑在明年制定一项条规 以规定使用私家车和货车载送学生上下学来赚取车费的人士 必须像电子照车服务一样向交通部登记注册 以确保相关服务能够保障学生的安全和受到良好管制 陆兆福也补充 陆兆福也补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